来到匈牙利的一个菜市场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匈牙利菜市场的这种蔬菜水果价格 现在的话差不多是 一块欧元的话换400弗林不到 像桃子的话就是988 差不多就是两块多欧元一公斤 然后这玉米 玉米多少钱 玉米250弗林 250弗林的话就是多少 6毛7毛欧元 我们再往前看一下 这个水果价值 680 1块5毛欧元一个这样的 哈密瓜一公斤 洋葱多少钱 洋葱的话498 1块多欧元 598 1块半欧元差不多 苹果的话450弗林的话就是 450弗林的话就是 1块多欧元 这里匈牙利的物价也不便宜 我们再往前看一下 匈牙利的菜市场 桃子 桃子的话都要2块多欧元一公斤 西瓜多少钱 西瓜399 福林一公斤 1公斤也就是1块多欧元 1块出头一点点 1块1毛欧元 差不多换成人民币的话 也就是78块 人民币一公斤 肉点 我们来看一下肉的价格 牛肉2580 3100 4600 4600 这个话的就是10块多欧元一公斤 10块多多少钱 10块多的话就是 70多人民币 1公斤 这是什么 猪耳朵 猪耳朵900弗林 900弗林的话 2块多欧元 3块欧元 这里有个厕所 厕所上面写的180弗林 180弗林 上个厕所都要5毛欧元 5毛欧元4块人民币上个厕所 小的黄瓜 小黄瓜480弗林公斤 1块多欧元 你说猪耳朵这个菜市场 他们的物价并不便宜 虽然猪耳朵收入不高 但他们的物价非常的高 跟这种西欧的发达国家的物价 其实没有差多少